这个故事是从酒桌上听来的 讲故事的人是一个姓赵的老司机 他为南疆某地区的勘探队开了一辈子的车 在五十多岁就退了休 那件事情发生在1992年 勘探队决定对罗布泊地区进行一次彻底的地质勘查 当时的罗布泊已经彻底的干涸 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寸草不生不毛之地 勘探队派出了七名队员 当时有两辆北京机谱 老赵就是其中一辆车的司机 勘探过程非常顺利 小队花了三天的时间深入到罗布泊府地 取得了第一手的地质资料 但是在回列的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 另一名司机开的车 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 为了躲避戈壁滩石上的石块 却不幸翻了车 所幸的是里面的队员只是受了轻伤 但是那辆老鸡谱子就报了飞 由于老赵的车上已经放满了设备 人也坐满了 报飞的车上的三名队员 是无论如何也是挤不进来 当时队长当机立断 自己与那三名队员一起留守在这里 由老赵和其他两名队员 开车尽快地到县里 再找一辆车来接他们 当时为了减轻车的重量 老赵卸下了一些设备 在给留守人员流过了水和粮食之后 老赵和其他两名队员赶紧地朝着县城 开了过去 由于报废的地点上在罗布泊府地 开车去县城大概要一天的时间 老赵以最快的速度超目标赶了过去 走了大概有两个钟头 老赵突然间看见全方远远的有一个人影 当时老赵吃了一惊 在这种不毛之地怎么会有人呢 那个人所在的地方也是车子的必经之地 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 加足了玛丽 朝那人影开了过去 可是走得近了 老赵看清楚了 那竟然是一个老人 虽然现在赶路要紧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遇到人是不能不管的 老赵下了车 对那老人喊了一声 那老人看起来倒也不劳累 轻快地走过来 老赵就说 同志 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啊 那老人说 我是勘探队的 出来找水 迷路了 老赵当时是心下怜悯 决定搭这老人一场 老赵就说 我们要去现场 您搭我们的车吧 那老者看起来既不兴奋也不激动 平静地说了句 好 车上的人给老者腾出了一个地位置 那老者上了车 但是那老人看起来很舒生气 戴个眼镜 车开的过程中 老赵就问那老人来自哪里 老人说来自上海 老赵又问了一下 他到这里来的原因 那老人貌似话不多的样子 就简单地说来考察 老赵心想这老人可能是累坏了 也就没有再问 车上的队员给老人递了口水 那老人也没有表现出饥渴的样子 也就是象征性的喝了几口 车上的人觉得很奇怪 那老头不像是困在这里获救 倒像是来这里旅游 顺便搭了个便车 一路上老人一句话也没有说 车又开了半天 老赵和另外的两个队员想要接手 于是就停下了车 三个人下车之后 就留那老人一个人在车上 当时三个人都把尿灌在了随身带的塑料瓶里 留着备用 在这不毛之地 尿也是能救人的 等三个人灌完了尿 准备上车 有一个队员却突然喊出来 那老人不见了 老赵当时大惊 赶忙过去一看 果然 刚才还坐在车里的老人 这个时候竟然不见了 老赵急忙的吩咐队员四处找找 可是奇怪的是 这方圆都是开阔地 那老人就像是蒸发了一样 消失掉了 老赵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这个时候已经快进下午了 老赵觉得现在回县城找车 来救那四个队友是最为重要的 于是决定不找了 先走 在那天的凌晨 老赵顺利地赶到了县城 然后找到了一辆吉普 又联系赶回了罗布泊 在第二天将近中午的时候 救援的车辆找到了留守的队员 于是两辆车顺利地离开了罗布泊 完成了此次勘察任务 在车上的时候 老赵就向队长呼吁报了 见到老头 然后又消失的情况 队长当时听了之后 也是惊奇万分 说回去一定会向上级报告 回去了之后 这件骑士 老赵一直是念念不忘 他曾多次找上级领导反应情况 但是每次都是不见答复 队长也汇报了 同样是没什么结果 当时的新疆还不太稳定 哪有什么闲工夫 管你这种四真四假的事情 后来慢慢的这件事就被压了下去 两年之后 老赵在一本书上读到了八十年代 一个科学家在罗布泊 失踪的案件 他突然间觉得那个老人的脸 确实和这个失踪的科学家 十分的相近 但是他又一想 科学家是在八十年代失踪的 而老人看到的时候 是一九九二年 这中间差了好多年呢 但是老赵越想 那老头长得越像这位科学家 如果是真的是他的话 那科学家已经在罗布泊里边 游荡了近十年了 那个老人 为什么突然间出现 又突然间消失呢 老赵始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后来 他经过翻查了好多的资料 他终于可以肯定 那个人 就是当年 失踪的 彭甲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